好继续来看双方的第六局 尝试一杆薄左下方底弹 还是太厚 当然这杆带着防守也没问题 对于进攻型选手只要看得到机会 就要来试一杆 不试一杆不甘心的 你看吴依泽也是同样 看到机会来薄一杆试试 还是有机会来进攻 右上方顶弹 好球有了 先把这三套稳稳的吃到 篮球向下的角度 不过角度不够来K球 再吹一颗单叫 马上走 这个角度可以来K一下 看一下K球效果 篮球直接打丢了 那就是给薄一泽K了一杆 而且是K的非常漂亮的一杆 球队带开了 好助攻啊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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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底竿都是没有什么悬念的 哎 刚说完没有悬念 这就推没了 拔黑球 失误还是有点多 打脸来的有点快 拔黑球 好 篮球给他打回点位 左下底 蓝球要抵戴没有药道 打丢了 长台一个进攻的机会 还是差了一点点 留下底漏球 好球 球形目前来看也是比较开放的一个局面了 说实话这个比赛的氛围可能是偏轻松一点 所以双方手感呢没有调整到最佳的一个状态 偶尔会出现这种低级失误 也无可厚非啊 毕竟两个中国选手打得比 谁赢我们都高兴 好 登起来粉球下方的这一刻 领先53台面51超分了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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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这个已经保下了 没问题 黑球的一个反角度 正好上去吃库来叫黄球 哇 黑球直接推的厚了一点 没打劲 比分来到4比2 赵新同率先取得赛点